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一块来看一个索尼的ASM4 非常新的一个机器 据粉丝描述,机器还没有满月就坏了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它的故障 拍出了素材,放大以后 有好多小红点 正常是看不出来的 一放大就非常清楚 它这台机器被罩的比较严重 上半部分有很多 这个位置有一条好多 然后旁边又有这么些 还是比较严重的 这种情况只能对CMOS进行更换 CMOS因为激光的灼烧产生的坏点 只有在照片放大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发现 好多朋友问我 怎么样能简单的分辨出这个CMOS是否被激光灼烧过 那我就先把CMOS拆下来 然后和大家分享 固定CMOS的贴纸明显是接过 所以这个CMOS应该是在哪里检测过 它下面的贴纸粘的也不牢 我们先把CMOS拆下来 拆下CMOS后 我们观察CMOS的表面 发现在透镜下面 就是CMOS保护玻璃的下面 有白色絮状的东西 视频拍不出来 但是眼睛是可以看到的 我用显微镜放大 然后给大家观察 可以看到这些激光灼烧过的痕迹 就是CMOS已经坏了 所以大家在检查CMOS的时候 可以先观察CMOS的表面 是否有异物 如果没有 那这CMOS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有 大概率是CMOS被激光照射过 这个时候你在按CMOS上的那个位置 然后拍照片放大去看 如果是粉色的小点 那它肯定就是坏了 这个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钱花到位了 全新的配件换好 写好数据 问题就解决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这个东西换一下 还是比较贵的 除了CMOS 相机上还有一个地方 怕激光的照射 你知道吗